大家好,我是梁教練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六個必學的止頭痛穴位 幫助大家快速舒緩頭痛帶來的不舒服 大家在收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以後有最新的教學資訊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的頻道做會員 支持我的教學工作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了 首先,我們會按摩眉心的位置 我們將兩隻食指屈曲 用第二指折放在眉心的位置 再用打圈按壓的方法,按摩三十次 眉心之處出現痛楚 通常是因為一邊或兩邊的眼睛都感到不舒服 這個情況,多數和風熱侵襲引起的阻塞有關 多按摩眉心位置,可以幫助緩解 因此原因而導致的頭痛問題 第二個動作,我們會放鬆前壓的肌肉 前壓肌肉位於兩眉之上 我們可以用帽子放在太陽穴 食指屈曲,用第二指折 從眉頭之上至尾部的方向 作推按放鬆 每邊我們會做十次左右 每邊我們會做十次左右 推按的時候,我們應該會有酸、麻、醬的感覺 同時我們要避免太用力以致令到前壓腫脹 換另一邊 同樣地,我們用帽子放在太陽穴 食指屈曲,用第二指折 由眉頭的上方至尾部的方向 作推按放鬆 這個動作可以幫助我們促進腦部的血液循環 幫助淺層筋膜放鬆 同時大家要記住保持自然的呼吸節奏 第三個動作 輕按頭兩側的葉肌 葉肌位於耳朵的上方 頭兩側的位置 我們可以用手放在頭側的位置 然後咬緊牙齒 肌肉凸起的地方就是葉肌了 用兩手掌心放在頭側的位置 作輕按的動作 每次我們會維持30秒左右 放鬆葉肌的位置 放鬆葉肌的位置 可以幫助舒緩太陽穴的腫脹問題 同時立即解決頭痛的症狀 放鬆葉肌的位置 第四個動作 四指輕敲八戶穴 在頭頂之處畫一個十字 八戶穴就是十字的交叉點 我們用四根手指 在頭頂的位置 輕巧而刺激八戶穴 八戶穴是各個經絡的匯集之處 除了預防頭痛 亦都可以防止記憶力的衰退 第五個動作 我們會推按刺激魏蜂穴 魏蜂穴屬於首少陽三朝經 位置在耳垂後方的粒陷柱 我們可以用食指 在耳背的位置 推按至耳垂的位置 這個動作我們會做三十次左右 多按摩可以舒緩頭痛不適 緩解耳鳴、牙痛 還可以消除面部的水腫、排毒 活落面部的氣血 更加可以改善睡眠的品質 最後我們會指壓按摩裂缺穴 裂缺穴位於大拇指根部 約三指的距離 我們可以用兩手虎口位膠疊 食指在小骨徑突上方 指尖所到的粒陷柱 就是裂缺穴了 我們可以用拇指輕柔按摩 多按摩裂缺穴 可以快速緩解 因為頸椎突發性疼痛而引致的問題 主要可以醫治落枕、偏頭痛 另外對感冒、烤喘、咳嗽、牙痛等 都有輔助的療效 換另一邊 同樣地我們用兩手虎口位膠疊 食指在腰骨徑突上方 指尖所到的粒陷柱 就是裂缺穴了 我們同樣地用拇指輕柔按摩 由於頭痛的問題 可能由不同的原因引致 所以我們要根治痛症 必須要尋找根本的原因 再對症下藥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讚好 和分享給你身邊有需要的朋友 第一次來我頻道的朋友 記住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以後有最新的教學資訊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的頻道做會員 支持我的教學工作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